我们在这当中确实看到了福建做了很多工作 他之前做的可能就做了很多工作 后面也就开始推出了 包括两岸人员往来 便利人员往来 便利台湾青年的创业就业 包括两岸的贸易往来 人员学生 包括这些教师 包括一些平等待遇 这些资格认证方面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想说其实这个路子还比较长 还很长的路可走 福建是作为一个先行先士的 其实意见当中也在提到说 尽快的把这些意见可以推广 我们也在想 其实我们今年可能我在辽宁 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提案 就是说能借鉴一下沿海城市 特别像福建这种比较成熟的一些经验做法 能不能在其他地方去推广 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这几年的工作都要做 首先是福建要做 国家的各个部委都在支持他们 那么做好了之后 我们各地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 看看怎么去把他这个意见建议 他的这好的经验 可以给他移植过来 更好的落实 要把这个让他遍地开花 市民来 Pierce 权建造